在美元持續走強之下 日元扁不停 二十九號盤中一度扁破一百六十元大關 吸引不少民眾趕緊來換匯 民眾共獲得九百五十二萬九千的日幣 九捆厚厚的日元抽票排列整齊 民眾仔細清點 因為九百多萬的日幣 多到需要拿袋子裝才能帶走 會上來銀行一次換這麼多 就是因為日元兌台幣 盤中再創三十四年來新低 以朝鋒銀行二十九號集集匯率來看 若是拿十萬台幣來換 可以換到超過四十八萬日元 與今年高點一月二號匯率相比 等於現賺超過三萬日元 約六千多塊台幣 相當於可以換到二十萬一蘭拉麵 有啊 很驚訝日幣怎麼一直變 我大概是零點二六 對 那現在變成零點二零多 所以就虧蠻多的 會心動啊 因為這麼 我們最近的就是日本 然後比較想去的也是 大概就是日本啊 台幣三萬啊 這樣大概十幾萬嘛 今年例如說上半年有想要出國玩的 那現在換個五成甚至六成 其實都沒問題 那日幣當然還有一些走貶機會 但是如果日本央行加大干預的話 那其實有可能到暫時到底了 民眾趕緊一首刀換匯 因為五盤過後 日元兌台幣再度重回 零點二一字頭附近徘徊 那美元兌日幣來說 可能會在一六零附近會是一個短線壓力區 那如果這邊衝不破 那可能就會在這邊開始有一個日幣的主體機會 零點二一到零點二零五這一塊 大概會是近期的波動低點 日元再度扁破新低 正是哈熱族撿便宜的好時機 不過專家提醒雖然日元後世易扁難升 但接下來日營恐怕將因此加大干預里道 三里新聞裡是誰的風詞 台北報導 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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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帳